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刀光战乱千里逃难而来的刘敏 所以人人都格外的珍惜呀 这是不见兵戈铁蹄 刀光剑影的这个桃园之境啊 虽说我们的老百姓姓氏混杂 但是啊近百年来啊 那人人都是和睦相处 邻里相亲 别说是杀人劫财了 就是这小打小闹也是极少发生啊 哎呀 这一次啊 这桩命案实在是牵动了全村人的心哪 宋大人不以为怪吧 嗯 本官早就听说这毛珠屋民风淳朴 近村一看果然是名不虚传啊 本官虽然身为提醒掌管刑狱 但也有提倡风化之责任 对 这毛珠屋的风土民情堪称人间楷模呀 宋大人此话实乃我等草民之弘服啊 不过呢 老人家 这毛珠屋出了人命案子 本官也不得不过问 如果有扰民之处 还请大家多多见谅 那是自然 那是自然 既然出了人命案 就应该按照法律缺拿凶手 我等所虑的是 我知道 乡亲们所虑的是怕本官冤枉一个无辜的村民 嗯 嗯 不知宋大人是否已经找到了嫌疑对象 老人家 断案靠的是体证 在没有找到确凿证据之前 我是不会轻易做结论的 好 诸位都听见了吧 我们所想听的 不就是这句话吗 大人已经说了 那我等便是多虑了 是 宋大人公务繁忙 我们就不打扰了 哦 对 不过 宋大人有什么吩咐 我们随时听命 好 告辞了 告辞了 赵伯托 赶快去竹林问一下 看他们有没有找到第一案发现账 遵命 遵命 我谁是伤通话 又是 以后 能不能无法 发现了 永远 还是 自己送到 二人 但是 何互 都能做 老人家慢 小心 小心 小心啊老人家 你 你没走啊 老人家您知道我在这儿 你也是个瞎子 在下 什么走啊 在上在下的 你要不也是个瞎子 就该看得见我是个瞎子 瞎子又怎么能看得见有谁在这儿 我真不知道你是哪座庙里的佛 老人家 在下宋慈 宋大人 听说过 您就是那位宋提行宋大人 可我是个瞎老婆子 看不见您究竟是白脸还是黑脸 老人家 宋某可不可以跟你打听件事啊 我这瞎老婆子能告诉你些什么 老人家 我是打听这户人家 他的主人是 你是说老二啊 那我这瞎老婆子 倒可以跟你说句亮话 这家的主人呢 叫何老二 他可是这天底下 心地最善良的人了 村里的童走妇孺 你尽可去问 如果有人说他半个步子 我老婆子就一头撞死 老婆婆 您这番话 敢是还有其他深意啊 你以为我是见了你宋大人才这么说的 那你是错了 凡是见了生人我都会这么说的 不管他是白脸还是黑脸 老人家 要是听您这么说的话 那我倒真想见见这位大好人 您可以给宋某引荐一下吗 不可 为什么呢 他不在家 您怎么知道他不在家呢 你以为大白天我就看不见他家里关着门呢 他帮我砍毛竹去了 你想见他 后山找他去吧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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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子是不是有了新的线索 大人 据搜寻作案现场的牙医回来禀报 他们搜遍了方圆三里之内的所有山地 没有找到作案现场 大人你知道了 因为作案现场只有一个 那就是 没落到什么地方吧 没有 没拉掉一寸土地 大人 你想说什么 大人今天早上说 如果在方圆三里之内找不到作案现场 那杀人现场一定是在 你赶快快马出山 让英姑把死者的画像贴到周林各县 一定要查明死者的身份 是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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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y 靖心 这位姑娘 你等一下 这告示 铁道临近三县十八镇 已经三天了 至今还是没人来认识 依我看 这死者八成也是个断绝六七八卷的主 我 你想说什么 算了 我还不敢肯定呢 有什么话你就快说嘛 干嘛怎么吞吞吐吐的 你想憋死谁啊 那好 我们呀来做一个推断 这样 我来提出疑问 你来辩驳我 如果辩驳得了我的话 那么说明我的疑问是错误的 如果辩驳不了我的话 那么说明我的疑问是对的 怎么样 殷姑啊你真是捡我的弱点假 你知道我这个人嘴笨 辩不过你 你 大哥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现在自己拿不定主意 所以想请你帮我的忙 怎么样啊 好好好你说你说 好 我们现在虽然把告示 贴到了临近的三镇十八个厢 但是依我看 死者一定是个本地人士 无稽之谈 如果死者是本地人士 早就该有亲属来认理 何故停尸数日而无人来认呢 可是阿六说 已经有人来认过师了 即便是有人来认 他也不见得是死者的亲属 你凭什么断定 他就不是死者的亲属呢 你试想 如果是自己的亲属 他会看到自己的亲人被害 而偷偷地溜走啊 所以你错了 这个疑问不成立 不 依我所看呀 这个妇人不仅是死者的亲属 而且还一定是个本地人士 何意见得 其一 据阿六说 这个妇人跑到认诗房来认诗 是在我们贴告示的当天正午 如果她不是本地人士 她不可能这么快就看到告示 更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跑到城外来认诗 你这个推断倒是让我无言以对 可即便她是一个本地人士 她就一定是死者的亲属吗 她正因为是死者的亲属 所以才看到死者之后 偷偷地溜走 她之所以偷偷地溜走 是因为她发现 死者正是她要认的人 纯属荒谬之谈 如果一个人认出死者是她的亲属 而又偷偷地溜走 这不符合人之常情 依我看 就像你说有一个女人 是一个本地的女人 看到了我们的认诗启事 而碰巧自己的丈夫 或者兄弟出门在外 所以她们的相貌 又跟我们告示上的图像很相像 于是就匆匆跑去认诗 结果进认诗棚一看 虚惊一场 死者根本不是自己的丈夫 兄弟或者什么亲人 而当地又有一种 如果错认了死人 是一件很晦气的说法 所以她才悄悄地溜走 大哥说的似乎是有些道理 可是啊 你却遗忘了一个 重要的线索 什么线索 如果像你所说 那个妇人是一个当地人士 她因为看到我们贴的告示上的图形 发现很像她的一个什么亲人 于是乎她就跑到了认诗棚去认诗 等她看到死者之后发现 并不是她的什么亲人 为了避免 她认错死人的这件事情被张扬出去 于是她便偷偷地溜走 可是这样 没错 那么她进了认诗棚之后 又该怎么去做呢 事实就是如此 事实并非如此 按照常规 亲属认诗 首先看的应该是死者的脸面 而这位妇人却没有最先看死者的脸面 她最先看的是死者右臂上的这块伤疤 认诗者只认死者右臂上的伤疤 而不看死者的脸面 这说明认诗者事先已经知道 死者的右臂上是有一块伤疤的 换言之 对于认诗者来说 死者右臂上的伤疤 要比她的脸面更为重要 如果说 这个认诗者不是死者的亲属 那她怎么会知道死者的右臂上 是有块伤疤的呢 你这么一说 倒让我无言一搏了 可是 可是她既然认出死者是她的亲属 她为什么要偷偷溜走呢 这就是问题的所在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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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 娘 啊 rene子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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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儿 这辈子再也不离开您了 翠姑 你说什么 女儿 这辈子再也不离开毛竹屋了 翠姑 翠姑 我的儿 你能回来 娘是求之不得的 娘 翠姑 你那恶丈夫 她 她不是我丈夫 她是强盗 是啊 翠姑 不管怎么说 你已经是她的人了 娘 她要知道你离开家 跑到毛竹屋 那还不活活的把你打死啊 娘 你不知道 那贼匹早在半年前就被官府抓了 可女儿 可女儿不敢回来 女儿怕她晚一回来发起风来 不叫女儿遭殃 连娘也会受到牵连 翠姑 女儿这半年来一直守着她那个贼窝 不敢回来看你 不敢回来看你 现在 她回不来了 永远也回不来了 怎么 难道她被官府抓起来了 娘 您不是常说善恶有报吗 是啊 是常说善恶有报 可是人世间的事 也常常是善恶颠倒的 娘 女儿这辈子再也不会让您为我担心 娘 娘 孩子 我是为她担心 为谁 老二 老二哥 他怎么了 娘 翠姑啊 翠姑 宝珠物出了人命案子 你听说了吗 刚进村的时候听人说了 这案子跟老二哥有什么关系啊 我也不清楚啊 翠姑 这些年 他像亲儿子一样的照应着我 不然 娘这把老骨头 恐怕早就喂了野狗了 娘 娘 娘 我能去看看老二哥吗 怎么不能啊 虽说你老二哥比你大几岁 可娘知道 你们两个最投缘了 要不是那个恶人 把你抢取了 我还指望着你们 这人 这人哪 都有自己的拔子而命啊 娘 我 我 我这就去看她 怎么呀 累不累啊 老二哥 我帮你测测汗吧 走吧 老二哥 这就好 老二哥 稀会儿吧 老二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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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伙子怎么回来 老二哥 老二哥 大爷 扔我们吧 她是你媳妇还是你后妈 邻居 邻居 邻居敢跟她撑我们 掌她腿 老二哥 记住了 往后别随便对漂亮姑娘我们我们的 我求你了 扔我们吧 大爷 别 大爷 大爷 老二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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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 是翠姑回来了 老二哥 你开开门 老二哥 真是好茶呀 这种带着浓浓的竹箱的绿茶 除了毛珠屋别处恐怕是喝不到的 毛珠屋无名案 案发现场是在村西口 经诸位保护 案场出情完好如初 可是经本官检验呢 周边没有发现打斗的迹象 那么本官初步断定 是在别处杀人 然后遗失村西口的 案发现场也确实有那么一道滚压之后压成的痕迹 这是尸体从高坎上被扔下来的时候滚压而成 也就是说 除了村西口 还有一个第一杀人现场 捕头 牙翼 还有村上的轻壮牢历 把毛珠屋周围三里之内找了个寸土不漏 居然没有发现任何蛛丝马迹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这个第一杀人现场 有可能不在毛珠屋 甚至于有可能不在郊外 那宋大人是不是想说 这杀人现场就在碧村的村子里 老伯 乡亲们 说句不怕得罪的话 如果杀人现场不在郊外 那就只能是在贵村房里 甚至有可能是在某户的居所 这 这 这怎么可能呢 这是 乡亲们 我刚才说的不过是一种推断 在找到证据之前 我姑往说之 诸位姑往听之 那么下面本官重要的就是 要找到证据 诶 敢问宋大人 找到证据了没有 一定会有证据的 俗话说 人过流明厌过流生嘛 凡是一案都有蛛丝马迹可寻 不过要找到这个证据 还得靠诸位鼎力协助啊 诶 宋大人 是不是有意要挨挨挨护地搜查 这也好 稍使我们啊 家家户户敞开大门 迎接大人的搜查 也省得我们 家家户户都落一个杀人嫌疑啊 此话有理啊 查吧 查吧 我说这毛珠屋的绿茶 怎么有股浓浓的竹香呢 老婆 哀护搜查太过扰民了 宋某断然不敢做这种扰民的事情 我看这样吧 我们把寻找杀人现场的事情 先放一放 我们从凶器查起 这样事半功倍岂不更好 不知宋大人要找什么凶器啊 老婆 据牛二说 毛珠屋家家都有几把这样的灭刀是吧 毛珠屋素以竹叶为生 自然家家户户都有这种灭刀 那么几乎家家的灭刀都是出自牛二铁铺 这不假 牛二的手艺是祖传的 村里的人都用他的刀顺手啊 全村共有多少把这样的刀啊 牛二倒是也记得清清楚楚 宋大人有何吩咐 不妨直说 诸位都知道 我们在现场确实找到了一把这样的灭刀 但是 那不是杀过人的那把 宋大人是否要下令 收缴全村的灭刀 老婆 三年以来 全村共有一百多把这样的灭刀 那么只有一把是杀过人的 如果说宋某少收上来一把 在毛主屋只要我们几个人说句话 全村人不会打半个折扣 宋大人放心 我等担保一把不少的 承送给大人检查 那宋某多谢了 交刀啦 交刀 阿灿 交刀 阿灿加一把 阿灿加一把 各家各户听好 大叔公有话 毛主屋出了凶杀案 宋提醒要验刀查凶 各家各户快快交刀喽 这官府总不会把我们所有毛主屋的人 都当成凶手了吧 是啊 真金不怕火炼 让他们验去吧 要是验出真凶 那谁杀的谁偿命了 可要是验不出来 也免了咱们毛主屋全村老少 一块背这个黑锅 说的也是啊 这话也在理 谢景佳一把 有道是为人不做亏心事 莫怕半夜鬼敲门 咱们大伙快把刀交上来 让官府验个明明白白 也免得咱们毛主屋人背黑锅 交刀 老二 老二 老二在家吗 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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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家啊 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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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到了吗 我问你呢 老二 交了 你说这官府收刀干什么呀 三叔婆 交刀了 六姨啊 三叔婆是个瞎子 你就算了吧 不行 大叔公早就吩咐了 一把都不能少 少了一把 岂不是正好受人一禀吗 你们等着 我拿去 劲儿 老二 这不会有错吧 错不了 这家伙长得跟凶神恶煞似的 见一面我就终身难忘 烧成灰我也能把他给认出来 我看也错不了 这回能给宋大人提供这个线索 要能有助于他老人家破案 也算报答了宋大人为我们兄弟二人主持的正义 老侯 快点 多加几遍 再快麻可受不了 麻腿跑舌了 明天可以换两匹新的 如果耽误了宋大人办案 会让我们兄弟后悔一辈子的 主任这么说了 我这赶车的还估计什么呀 驾 看来破此案 还就是靠你们了呀 你们两个带什么好消息来了 愣着干什么 大人你怎么知道我和英姑来了 问英姑 都是因为我们俩的脚步声 大人不是说过吗 一个人的脚步声的大小啊 是和他的身高体重 还有他所穿的鞋的软硬程度相衬的 你我跟大人这么长时间了 我们俩的脚步声 大人岂不易听便知 有道理 可是我怎么没想到呢 你还好意思说 你看看你脑袋 别人这英姑大多少 一个人的脚步声 不仅能判断出来者是谁 还能判断出他的心情 我准知道你们俩带了好消息来了 大人 大人真是魏谱先知啊 你少给我戴高帽 怎么回事 说 英姑你说 你是捕头 你先说 好 大人我说 真是踏破铁鞋 无密处 得来全部费功夫 大人 你还记得 前日差点让赖巴敲诈的 那两个山音县的客商吗 就是他们在认识告示上 认出了死者 往下说 原来这小子 在作案之前 就在山音县 曾经抢劫作案 而且差点把他们两个杀了 正好赶上县衙的捕快 在那巡夜路过 正好叫他戴个针肘 没想到 押回县衙的时候 让他给跑了 就是说 还是有钱客呀 大人 卑职开始也不相信 你想啊 他当时第一天 在山音县作案 而第二天呢 第二天 他就在百里之外的毛竹屋 被杀了 除非他长了翅膀 要不怎么可能啊 可后来那两位客商对我说 山音县跟太平县 只隔一山 而且不下百里 那他就不是翻山过来的 正是这样啊 一座阴山 隔着山音太平两县 咱们看啊 如果真是死者是逃犯的话 那他作案逃脱 翻过阴山 不敢走大路 要是翻山的话 那毛竹屋不就是 必经之路吗 对了大人 还有据认识棚的牙医说 前天有个女子 曾经来过认识棚 而且转眼之间就不见了 我和捕头大哥在猜测 这个女子 很可能是死者的家属 那你何以见对 你听说过认识 不看脸的吗 那就是有比脸 更容易辨认的标记 对呀 他又比上了 那条火烙的伤疤 大人 怎么了 没 没什么 虽然说 无巧不成书 可天底下也没有 这么巧的事了 赵不得 怎么了 像见鬼一样 本案中确实有个大头鬼啊 这哪来这么多苍蝇啊 真讨厌 您过 来进来吧 大人 我打扰您了吧 你没打扰我 是苍蝇打扰你了吧 可不是吗 您看这么多苍蝇 从来没见过 别瞎说啊 咱们这回破这个案子 全仗着这些苍蝇 您不是开玩笑吧 您过 你来看啊 这毛主屋几乎每家 都有一把这样的灭刀 一共是一百一十六把 这其中只有一把 是杀过人的 那你有什么办法 能把这唯一的一把 杀过人的刀找出来 我知道了 说说看 明天大人要当众艳刀 我就不要到火千鸡了 没事 就咱俩 你说说看 隔墙有耳 杀过 你有没有发现 赵捕头这两天不对啊 是啊 闷闷不乐的 不是闷闷不乐 是搜肠寡肚 大哥 杀人凶手抓到了吗 还没有 同胞主屋有关系吗 不知道 那女子谁啊 不知道 她跟你说什么 她只问我杀案是否能破 站住 站住 是你 官人 你叫我有什么事吗 你谁啊 我是毛猪巫人 我好像在那儿见过你 对 昨天在山路上 我还差点把您当成坏人了呢 不 我是说我以前在那儿见过你 以前 那你肯定是认错人了 饿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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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是他 谁啊 谁啊 大人 我想起来了 英姑啊 他终于想起大头鬼是谁了 来 说说看 大人 你还记得太平县 几年前的那个青龙帮大案吗 青龙帮 我在卷宗上看过 好像是右臂赐有一条青龙的一个地痞黑帮 对 其实并非所有人都赐有青龙 所说的青龙帮 帮手才赐有青龙 而他手下的楼楼们 赐的则是蛇形 兄弟们 给我看清楚了 这张图 就是青龙帮的贼众 刻在右臂的图形 今晚行动 凡见右臂赐有此图者 给我统统拿下 欲有抗命拒补者 格杀无论 兄弟们 伺有蛇形的不过是帮内的牢笼 这 才是帮手的标记 大家给我看清楚了 记住了 这是一条恶龙 今晚合力生情了这条恶龙 本捕韬 就是倾家荡产卖房卖地 要排夜三日 拷劳周围弟兄 听明白了吗 明白了 那天晚上 卑职货席青龙帮 正在帮手王鹏府上 滥据狂野 便趁着夜色 甩八十步快 前去缉拿 有官兵 快要我 来天 来天 我来天 快 打我 打我 快 拔我 打我 够了 打我 救命 救命 饶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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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卑职在千崖当成使劲 哪怕是头一次失手 让主犯逃脱 不对啊 这卷宗上分明写着是 一网打尽匪首毕命啊 匪首毕命 那不过是地方官为了虚保功名 粉饰太平的 卑职对此事非常气愤 真想上奏朝廷 可是我无官无权也只能忍制了 官家为了保住头上的乌纱 竟敢弄虚作假蒙面朝廷 太可恶了 哼 不过那个虚保政绩的支线 好像也没得到好报 第二年就得恶吉死了 难道说真是这个匪首王鹏 在此处得了正果 大人 死者如果真是王鹏的话 那么他右手臂上的伤疤 一定是他为了躲避朝廷的缉拿 所以用火烙去了原来的青龙的纹啊 怪不得那个女人认识的时候 不看脸只看右臂呢 英国 嗯 如果那个女人是死者的亲属 为什么他连脸都不愿意看呢 他不想看 所以他就不看嘛 你是女人 你说说看 为什么他连脸都不愿意看 如果是我的话 只有一种情况我不想看 往下说 那已经不是一张亲人的脸了 而是一张凶神恶煞的脸 我恨不得他马上在我眼前消失 永远永远的消失 永远永远的消失 娘 我回来了 翠姑啊 你回来了 翠姑啊 打听到了吗 没有 不过 不过什么 一位提心管手下的 好像把我认出来了 宋大人的手下 怎么会认识你呢 娘 我真不明白 杀了一个该杀的 官府为什么非要追查 到底是谁杀的呢 我说 我贴这里 我贴这里 我贴里面 你 我贴这里 我贴这里 感谢观看